一開場呢 通常我進場 我會在遠距離 就是我說過 用大劍盡量在遠距離輸出 不要 衝到很前面很前面 因為這樣子你被集火 然後瞬間你可能會死掉 那你死掉就沒輸出了 好 你這個人可以不要打我嗎 好 那 一開始 我會先用大劍4 然後大劍2 一個大劍3 Dodge一下 然後shatter F1shatter 這個是基本大劍的rotation 好 等一下 OK 然後 嗯 好 我再示範一次 遠距離 先用4 2 3 Dodge一下 然後爆 那 這個是 遠距離的手段 那你可能說那我用F1呢 那幾次會用F2跟F3呢 還有 對 F2 是一個困惑嘛 那我通常 如果打元素的話 或是 或者是 一些 Ranger的話 反正 他們 主要目標在輸出的時候 我會用F2技能 打他 可能是F4啊 2 然後F2 炸一下 疊一下 confusion 因為 比如說 先說元素好了 元素比如說他在用火 火技能的時候 他 你瞬間給他疊個 4、5層 confusion 他每用一個技能 都大概會 自己會受到200多 300的傷害 然後 他 瞬間可以 對 血量會被你壓得很低 然後 然後 大戰 大戰 輸出完後 譬如說我 用了第一波 第一波 輸出呢 然後 等你F1 快CD好的時候 或者是 對面 血量 壓到 大概剩一半血的時候 你這時候可以 換一個 換一個 換武器 換單手劍 然後做一個 劍3 Dodge 劍3 然後一個F1 的爆發 這個是 換速 的 終極爆發技能 怎麼說 就是你爆發 輸出最高的一個 一個rotation 為什麼我不會 常常做這個 因為 你看 這個需要近距離的爆發 然後你爆發完後 對你的 你的位置會變得很不好 就是 你不會在後場 你會在 前場 然後這時候你可能會 吃到很多condition 或者是 你被對面 控一堆的 那 你可能就會有危險了 所以 我會選擇在 對面的血量 比較偏低 譬如說一半血 我可以 一個 我可以一個 一個劍3的combo 把他秒掉的時候 我再用 而不是 一開始進場 就用 比較無腦的 亂用 這樣子 我可以再示範一下 劍3的combo 好 呃 我示範在這個人身上 好了 呃 先用 呃 5 Focus 然後 然後 劍3 Dodge 劍3 immobilize 然後 劍2 加一個 F1 你看他瞬間就倒了 但是 這個combo 的缺點呢 就是 呃 如果對面有一些 比如說格擋啊 什麼的 閃掉你的 immobilize 那 可能你的輸出 就 就 打不到這個傷害了 所以 呃 我是會看對面 用了什麼技能 在選擇 這個爆發的 就是 譬如說我看到 喔對面 Dodge 用了 對面 迴避的技能 然後我就可以 這時候我確定他 不可能 傳到我這招了 那我就會這樣子 衝過去做 這個 這個爆發 那我們就是 比較有經驗的玩家 都是 比較會閃那個 單手劍的閃嘛 就是這個immobilize 那 比如說 對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你的 immobilize 更好 比如說配合 有時候會配合 focus的拉嗎 還是怎樣 或者是 呃 或者是直接拉過來 直接炸分身 這種方法是可行的嗎 嗯 常常 這個 City說得很好 就是 常常我們會 用 focus拉過來 然後直接炸他 就是 呃 比如說 你常常已經有 呃 兩三個分身了 然後 可能我這樣子 拉一下 然後直接炸 直接炸他 啊 嗯 或者是 你可以拉 拉過來 先拉過來 然後再 造成一個 immobilize 嗯 但是 通常 嗯 怎麼說 對 這個要看 隨機應變 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是 偏向於 嗯 拉 先拉過來 然後再做一個 immobilize 但是有時候 嗯 的話 你不一定要用一個 建山的immobilize 直接拉過來 炸他 也可以 對 這個要 你 多玩一下 然後經驗多了 就可以了 嗯 反正就是 接招這部分 還是要 建招拆招就是了 就是 要視場的情況 然後做出 最好的應對 最好的爆發 那這邊有觀眾 呃 要問說 就是使用大劍有什麼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心得 對 大劍就是 就是 呃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小技巧 是 我們要 就是我要感謝一下 是 這個 美伏第一幻術 他叫我的 就是 你用 大劍3 你用大劍3 的時候 你用完可以 馬上用一個 對 這樣子 你大劍3的 硬質 會 燒去掉 因為 平常你大劍3 硬質 好像有 0.5秒到1秒了 那 如果我出 用這個小技巧的話 那 就可以 變相就是有一個 免費的 劍3輸出 你看 如果我不用 Dodge的話 我不用 Dodge的話 呃 就是 你站在旁邊的話 會 有一個 很小的 印子 那 這個是其中一個 小技巧 呃 大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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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劍2 那樣子 那樣子 輸出 而且 大劍的普空是 距離越遠 呃 傷害越高的 對 就 嗯 還有我說一下 大劍5的 的推導 幾次用好了 大劍5的推導呢 呃 等一下 比如說對面在救人的時候 你可以 一個 大劍5推導 雞飛 把他們 全部人 推走 嗯 或者是 現在很多工程 PVP的工程 他們會帶那個 Elixir R 就是 死掉後 瞬間 嗯 把自己的血量 補得很快 把自己救起來 那你看到他放Elixir R 在地上的話呢 你瞬間給他一個 大劍5的雞飛 把他 雞飛掉 就是 不能讓他待在那個 Elixir R的 的範圍中 嗯 還有 想一下有什麼 可以用 用到大劍5 如果 譬如說你被打 OKOK 你先說 比如說守護開聖索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用大劍5來推走 聖索是Sentuary嗎 還是 對對對 聖索 哦對 如果對面 沒有 沒有開 建定的話 聖索的時候 馬上用一個大劍5 退走 對應該都差不多 還有就是 可能 你被元素 就是 戴個戴個元素 貼身 打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大劍5 擊倒 把它 擊飛 然後拉一個距離 譬如說他這樣子打我 我一個擊飛 那把它 把它弄走 我 會不會 說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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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